梵蒂岡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10月25日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 提醒我们不要过于强调组织架构 因为天主的国并非禁止的 而是前进的 为使天国壮大 主耶稣要求我们顺从圣神的力量 遵行上主法律的人是有福的 教宗首先表明 我们不仅要学习天主的法律 也要在潜行中完善法律 法律的作用是保护我们的生活 帮助我们建设天国 善度生活 主耶稣今天教导我们 天主的国也是不断前进的 教宗解释道 什么是天主的国 天主的国或许是一个组织优良的机构 一切都井井有条 组织架构非常完善 一个人倘若不进入这结构 就进不了天国 此言差异 我们会像曲解法律那样误解天国 认为天国一成不变 顽固不化 实际上 法律需要不断完善 天主的国也在不断前进 天主的国并非禁止不动 反而需要每日建设 耶稣借用日常生活的小事 解释天国的奥秘 他说 教母不再是教母 因为他最后与面粉混合在一起 教母在变化中成就了面包 同样的 种子也不再是种子 因为他死了 并给予大树生命 给予大树生命